难道我们当中有叛徒 谢队长 小刀可不是背信弃义的人 小刀 你仔细想想 我们从如意茶馆出来 一路上就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不是 可是他们中途也拦截过我们几次啊 不对 他们只是做做样子 你想想 我们通往领事馆的路上 几乎就没有受到过阻拦 球员那会人出现了一下 也就是和我们过两周 这和平时鬼子做事的风格 完全不一样 白源虽然在领事馆附近拦截 可是兵力并不多 基本形同虚胜 这种种迹象都不太对 是 就算小鬼子知道我们的计划 那干嘛还要把外国记者 送到苏联领事馆呢 问题就在这儿 他们明明知道我们的计划 还故意让我们的计划顺理完成 记者团一进领事馆 他们就立刻增派重兵把守 生怕他们再跑出来 只要把这里层层包围住 记者团就没有机会再去延安了 如果这样的话 这些记者就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 也就成了他们团判的筹码 这样一来 我们也很难把那些记者救出来 可是 他们 是怎么知道我们的计划的呢 师妹 你和师父刚才说的特高科的特务 真的是灵子师妹吗 你真的记不起她了吗 她虽然长大了很多 样子也变了 但她的眼神我永远都记得 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她真的是灵子 师父现在还不敢肯定 但是我认为一定是她 师兄 你想想还有谁 能从师父的双手下轻易地逃脱呢 难怪我看她 赶快飞成眼熟 快去做师父安排的事情吧 是 我 对不起啊 我忘了 有事你就说呗 你推我干嘛 习惯了吗 你没事吧 本来好了 你这一推又坏了 我 来 握一把 还是算了吧 这 你 你要去干嘛 我 我出去走走 而且 待在这儿闲着也无聊 不如去跟七大哥报告去 出去 嗯 我们现在还有任务呢 什么任务啊 我们不是把他们送进来了吗 是 那我们也要负责保护他们呀 来的时候 那个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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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什么一万 懦夫 就是他 他不是说鬼子随时都可能冲进来抓人吗 所以呀 我们要尽快地去跟七大哥报告 要不 你在这里等着鬼子来杀您 不不不 那走啊 哎 佟姐姐 放心吧 我们已经派人去联系谢大哥了 这样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等联系到了谢大哥 再想办法 救出记者团 送到延安 再等等吧 再等等吧 来 终于姑娘 你醒了 记者们都进领事馆了吗 都进去了 放心吧 那就好 来 来 伤还没有好 先坐下休息吧 嗯 终于姑娘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受的伤吗 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了鬼子的伏击 我替山拉波瓦挡了一枪 那多亏了你啊 那多亏了你啊 终于姑娘 你伤得这么重 我扶你回屋里休息吧 没事 是你救了我吧 是我和苏姑娘救了你 我们正好发现你昏倒了 就把你带回来了 对了 你那个管家不接了 哦 我让他回老家先避一段时间 是这样啊 也不知道 谢大哥他们怎么样了 放心吧 苏姑娘出去侦查了 我想不会有什么事情的 多谢林大哥救了我 救命之恩 秀玉永世不忘 秀玉姑娘客气了 既然你现在是我们的一员 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只可惜 谢大哥到现在还没有同意 我正式加入突击队 这不是谢虎不同意 你要知道 每个新的突击队员加入 都需要组织上领导批准的 我想 等这次任务执行完了以后 组织上会同意的 那 就先谢谢林大哥了 谢我干什么 秀玉姑娘 秀玉姑娘 你怎么了 秀玉姑娘 来 坐 秀玉姑娘 秀玉姑娘 谢湖那边 来 秀玉姑娘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 有机会给你 那谁想要做 他 taking出了 对 秀玉姑娘 在家里 恶总要做 你们都不用去了 你留下来照顾她吧 我去就行 那 那 那你还是和苏姑娘一起去吧 不用照顾我了 好 你们这是干什么 对不起 现在全城戒严不许出路 这是苏联领事馆 你们在这里派兵把守是什么意思 领事先生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 现在外面有很多拔路抗日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我们正在全城戒严进行搜捕 我现在有急事要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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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们的人离开 现在外面非常危险 如果你这个时候出去的话 我们很难保证你的安全 请你配合我们 我是苏联领事 你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我会对贵国政府提出抗议的 我们不是限制 而是保护 好吧 如果你一定要出去的话 派两个人保护领事先生 是 我对你们的行为表示遗憾 我抗议 这领事都不能随便出入领事馆 这小鬼子可真够绝的 他们在里边很难逃出来 我们还得想办法进去 得真正的 他们在里边有什么小鬼子 这个人都不乱惹 他就不乱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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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不过还好我们没出去 可这里也太无聊了 如果还是不能及时想办法逃出去的话 我想我们就无法及时完成采访任务 看来还是要请八路军的同志想办法 是的 您拿好了 好 再来啊 再来 原来把兵力都调集到这儿来了 现在是我们进不去 他们出不来 这样反倒好了 不用担心记者团了 这不正好中了鬼子的奸计吗 这刚好是他们想要的 什么意思 你想啊 记者团出不来就去不了延安采访 去不了延安采访 外国人开会的时候 就没有人替咱们中国人说话 还有 日本人现在把沙拉波瓦 关在这里做人质 那和苏联人谈判的时候 苏联人一定会有所妥协 这些对我们都非常地不利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可是你看看现在的情况 总不能挖一条地道 把他们救出来吧 林无坚 你能不能好好地跟我想想办法 如果不能 您还是回去好好照顾那个秀玉吧 如教 你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这方面扯行不行 你可别忘了 秀玉现在是我们的一员 再说了 如果你怀疑他的话 你不想想他在去沙拉波瓦的时候 可是用自己的身体挡了子弹 我什么时候说怀疑他了 你紧张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紧张了 什么人 什么人 走 快 走 走 这边 站住 别跑 伊万诺夫先生 你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八路军 突击队队长 谢虎先生 伊万诺夫先生 伊万诺夫先生 你好 久仰 久仰 谢英雄 我们原以为 把记者团带到这里就安全了 没想到这些日本鬼子 公然包围这里 是啊 我派过人出去送信 可是找不到你们 伊万诺夫先生 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现在就想办法 把记者团 再次从这里救出去 来 这茶味道不错 快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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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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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快走 喂 坐 快走 你要干什么 你把八路藏哪儿了 我这儿没有八路 你认不出我了吗 你们都出去 是 灵子 真的是你吗 你在胡说什么 没错 第一次在司令部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非常眼熟 你就是石川灵子 对吗 我再说一遍 我这儿没有窝藏八路 我也不叫灵子 我的名字叫廖秀玉 不 你是灵子 我是你的师兄 丘元正刚 你不记得了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记得了吧 你不记得了吗 你不记得了吗 来 你不记得了吗 我可以 回家 凌子 真的是你 没想到你也到中国来了 我们这些人 一个个跑到中国的战场上来 变成杀人机器 记得来中国之前 我也想像淳子和高岛一样 成为战场上的英雄 可是来了之后 我发现一切都变了 我们像野兽一样四处去杀人放火 这难道是圣战的意义吗 总之 一切都变了 难道你对这一切有怀疑吗 不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永世 我没有怀疑 消灭 新人 未经社主 每只都变了 收到水 杀人 简陛 帮消灭 你还请你 养找不上的人 豁兰 他们送得上 这次要训练 鱿奥 离学了 你发生了 如果他真被日本人抓了 那时候再动手也不迟 可是我猜日本人不会抓他 如教 我不怪你对秀玉有什么看法 可是你不能拿他的安全当赌注 真要是他被日本人抓走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凌无间 你为什么那么担心那个秀玉 他的武功你昨天也看到了 即使他真的有危险 就凭他的武功 逃脱根本就不是问题 如教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针对他 为什么就是不相信他们 我 我当然有我的原因 如教 我们先不要争论这个问题了 现在救人要紧 这样吧 我从后门进去 你在这里等着 听到里面有动机在动手 好吗 好 呀 很快 好 或是 我要再放手 匆区 只有 comun 令子 难道你也变了吗 你到底说够了没有 没有 还有那些我们所谓的敌人 开始我总觉得 我们总是打不定他们 论武功 武器 他们都为我们好 但是每一次 他们都能逢凶化吉 取得最后的胜利 后来我渐渐明白了 他们的战斗力 源于他们的信念 因为他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 保护自己的家人 保护自己的祖国 你住口 令子 你告诉我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你这个混蛋 令子 我知道有这样的想法 是我的罪过 不过 我是不会背叛天皇陛下的 因为能为天皇陛下战死 是我的光荣 从我成为武师那天起 我就时刻准备为天皇而战死 不过战争和杀戮 是男人的事情 你和淳子都是女人 令子 回日本吧 你不要再叫我令子了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你怎么还不承认 你怎么还不承认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给我让开 给我让开 令子 是你吗 羞员正高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还配做一名帝国的军官吗 令子 果然是你 你 你 梁子 梁子 回事 对不起 那个字 师兄 师兄 是 保卫这里 是 修语 修语 走 走 师兄 修语 师兄 修语 师父 我不能再照顾你了 修语 走 你修语 走 走 走 我很高兴 我先回家了 走 太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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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求人 求人 秋月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这次杀死了秋元郑刚 可是立了大功了 这次你想加入突击队 我想一定没问题了 真的吗 那太好了 如胶 如胶 你这是干什么 来 来 秋月 来 林无剑 快把她绑起来 她是日本特务 特务 苏姑娘 我是中国人 请你不要冤枉我 如胶 你先不要冲动 先把话说清楚 好 那我问你 刚才秋元跟你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一开始 她以为 我是她失散已久的师妹 师妹 是啊 她一见到我就问我 是不是叫什么灵子 我告诉她 我叫秀玉 她还不相信 一再的逼问我 秋元的师妹 不是圣莫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 是她的另一个师妹吧 林无剑 你信不信我的话 信的话 赶紧动手 别让她跑了 我 我 如胶 我不是不信你的话 但是秀玉杀秋元的时候 是我亲眼看见她 如果她真的是日本特务的话 她不会杀自己人的 再说 苏姑娘 你 我想 你对我一定是有误会 既你相信我 我加入到突击队 就是想为我唐哥天生报仇 闭嘴 不许你提天生 出来 兵 葫芹 不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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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姑娘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难道是因为我堂哥 焉爱生恨吗 乳教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处处针对秀玉 但如果你真的怀疑他 也要回到根据地 跟蝎虎商量之后再说呀 李吴剑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已经告诉你 他是日本特务 你还要带他去根据地 你是不是混了头了 乳教 苏姑娘 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成见的话 我们日后可以慢慢解决 现在突击队有任务在身 你何必对我不补紧逼呢 是啊 乳教 让开 乳教 乳教 放开我 好 好 你 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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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大哥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 连和苏姑娘才闹成这样 不怪你 苏女侠的脾气一直有些不怪 不管怎么说 这次你杀掉秋元 功不可没 那 那苏姑娘怎么办 等她想通了 自己会回来的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先回领事馆 趁着百人和圣母还没有回去 我们乘血而入 来 慢点 师父 我让她去全城搜捕八路余党 她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师父 我想师兄 她是为了确认 林子的身份 才这么做的 愚蠢 愚蠢 她作为帝国军人 拒不执行命令 难道她不觉得可耻吗 师父 师兄她已经 好了 淳子 我提醒你一下 以后绝不要来纠缠修玉 是 报告 刚刚有两个人闯进了领事馆 什么人 一男一女 男的像离屋剑 师父 我们可以进去抓人了 能进去的话 我们还在这里等待时机干什么 师父 我有一个好办法 虽然我们不可以进去抓人 但是 但是我们可以进去做客 是 走 我们的人在外面的同志负责基因 一定保住他们的安全 虽然很危险 但是恐怕这是能把他们送出去的唯一办法 是啊 现在在这里等 只要时机成熟了 立马把他们送出去 好吧 谢大哥 你看谁来了 谢虎 秀玉 秀玉姑娘 这是怎么了 秀玉 秀玉 秀玉姑娘把秋元杀了 秀玉姑娘 你可离了大宫了 没什么 多亏林大哥帮忙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我们是百元和师母不在 硬闯进来的 林兄弟 苏姑娘呢 苏姑娘她 不好了 不好了 一万诺夫先生 老鬼子带人闯进来了 你们先避一避 走 走 走吧 快 你们要干什么 灵师先生 不要慌张 我们只是得到情报 是有八路抗日分子 混进了领事馆 我们是接来搜查的 我们这里没有八路 只有我国的朋友 和一些侨民 你们 没有权利在这里搜查 现在是战争时期 贵国的临时领事馆 又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占领区内 我们有责任 保护你们的安全 那些八路抗日分子 非常久 刚刚杀死了一名优秀的帝国军官 所以我担心 万一他们混进了领事馆 会对您和那些记者造成威胁 请理解 你们这种行为太不可思议了 我要抗议 好 等我们抓到杀人凶手 你再慢慢抗议吧 搜 是 等等 我们都在这儿 随着 混蛋 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是 慢着 白岩郑兄 我想你是忘了 这里是苏联王使馆 在这里 你是看的 没有任何特权的 我想 你也不会冒着 引起国际舆论攻击的危险 在这里和我们动手吧 说得好 即使在这里我抓不了你们 我想 你们也出不去 我们不急 我们的任务 就是保护好这些记者们 既然你在这里 没有任何权利动手 那么他们在这里 自然就很安全 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好 我们就一起守在这里 看谁先着急 凌兄弟 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了 秀玉在茶楼杀了球员之后 就逃出来了 可是刚出来没多久 乳孝偏要说 秀玉是日本特务 还说要亲手杀了她 那我当然要阻止啊 可能是我出手中了吧 她一赌气转身跑了 你是说秀玉姑娘 她真的亲手杀了邱元正纲 是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那个时候如胶也在 这三十不认为她 过车岳 你也在那里 不敢 你也要有 你也要是 我心脏的 不是 你也要是 可经过那么长时间之后 我们是亲眼看到她抗日杀鬼子的 对她的怀疑早就解除了 从那件事情之后 我深刻地体会到 我们不能轻易怀疑自己的革命同志 可我现在不明白了 为什么苏姑娘 对秀玉总是不依不饶的 可能是她这个人借心重 或者是 她之前对廖天生的感情 所以才让她对秀玉这件事 特别地敏感 白岩先生 你必须把你们的人马上车走 你这么做严重影响了 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领事先生 我们在这里 是为了保护这些记者 和你们的生命安全 这些八路很狡猾 我担心 如果没有我们保护这些记者 八路会对他们很不利 无济之谈 八路军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绝对不会伤害我们的 一直限制我们自由的人 是你们日本人 我们是来采访的 我们有新闻的自由 你们已经被绑架过一次了 我不希望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绑架我们的不是八路军 这点你比我们都清楚 白岩先生 我想你听明白了 你现在必须马上撤走你的部队 否则 我们国家的政府 会提出正式的抗议 好 灵师先生 我们可以撤出去 不过 要把这些八路交给我们 这不可能 苏联人不会出卖自己的朋友 灵师先生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我对你和你的国家非常尊重 不过 你现在窝藏我们的敌人 我们在这里面抓他们 已经是人质易尽了 所以 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 我们必须留在这里 好 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了 也就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白岩郑兄 你就是 想要这些外国记者同胞 来当做你的人质 这样 你们就会在这次秘密的多国会议上 可以以此要挟其他国家 伊万诺夫先生 我看 跟这样的人已经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 不错 说得挺精彩的 好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只要你们在这里头老老实实地 不生事端 等到多国会议结束之后 我就可以把你们这些记者放掉 这些人 当然了 至于你 谢大侠 我们可以出去再算账 我相信 你不会永远待在这里吧 这要求太无礼了 跟这些日本人 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如果他们讲道理 他们就不会杀害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 如果他们讲道理 当初就不会侵略我们 华北 东北 侵略我们半个中国 如果他们讲道理 他们侵略者的铁蹄 就不会践踏我们中国人的土地 这是一场圣战 他的目的是带给你们中国人先进的思想 严谨的秩序 以及优秀的生产力 实现大东亚的共荣 我就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抗拒我们 为什么这么拒绝我们 与我们为敌 百元正雄 如果我们中国的军队 踏入你们的土地 像你们一样 肆意地烧杀抢夺 破坏你们的家庭 强暴你的妻子 杀害你的儿子 烧掉你的房子 然后再告诉你 我们是来给你先进的思想 严谨的秩序 那么你会接受吗 你会把我们当朋友吗 我告诉你 在中国的土地上 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 来支手画脚 我就告诉你吧 百元正雄 今天我就是要把这些记者们 安全地从这儿带出去 你最好把全城的日军 带来包围我们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本事阻拦我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几个是不是 中国神话故事里的孙悟空 有多少个三头六臂 逃出我如来的手掌 拿紧把手 也请任何人踏出半步 这些记者 格杀勿论 是 是 来 老伴 带着来两个 拿好啊 下次再来 不行 我们这些人 带着三个记者 很难从正面突围出去 是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林无剑他们不就是 从正门宁闯进来的吗 当然不行 我们是从外往里攻 再说百元跟圣末都不在场 我们才有机可乘 没错 日本人现在 肯定加强了他们的防守 如果现在不出去的话 就没有办法通知长营长和游击队 准确的时间和地点 这次行动就更危险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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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队长 要不行的话 我出去报信 不行 太危险了 那我们就真刀真枪地跟他们干 他们已经死了一个邱元 就剩他们两个人还等怎么样 况且我们还有那么多人呢 不行 邱元一直以来都算不上是 我们一个强劲的对手 但是这次他死了 反而让百元恼羞成怒 再加上那些武士和那些鬼子兵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三个记者 即使我们顺利突围出去 也保证不了他们的安全 这样吧 我有一个办法